问大家第127期 第一问题 安徽朋友业 为什么有人等红绿灯 要距离前车很远 中间空好几个车位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 太阳太大 没有阴亮处 当然这种行为很可耻 狡诈恶徒 其实这种人我还真见过不少 我猜测大概率是因为 在玩手机 前车都已经走了 他还不知道 又或者是因为前车是一个大车 在保证一定的安全车距的情况下 也能够看到红绿灯 除此之外的话 我觉得还有可能是 这个车有自动起停的功能 车子停下来之后 他不愿意再动它了 又或者还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省油打 空档滑行停下来之后 他不愿意再挪车了 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可能有点难以想象 但是确实存在 毕竟一个红绿灯 到底是挂D等等 还是挂P等等 都有那么多人研究 到底上不上车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 大气大气 能点评一下 销客这款车怎么样吗 网上的评价太少了 销客的销量一直很好 主要还是因为比较耐造 上个月的销量突然暴跌 直接腰掌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因为落后的产品 已经满足不了消费者 日益增长的一个需求 相较于XRV之类的竞品来说 如逆碎行舟 不进则退 依旧是2.03自吸加CVT 倒也没啥呀 依旧是小空间 但是自身紧凑级SUV 也没问题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外观内饰依然没有得到进步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也太朴素了吧 这款车呢 D配落地都已经超过了15万了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比较实用 但是呢不够实惠 雷林要比XRV更好吗 丰田的车型啊 现在基本上都是 TNGA架构下的时候 所以说安全性这一块确实是很好 无论说是碰撞成绩 还是说安全配置也好 都没得挑 气男的也要更多一点 XRV的话 近两年在国内并没有一个 比较有幸福的一个机构 去做过碰撞测试 但是呢 它的原型车 HRV的话 在国外的碰撞成绩 一直不是很好 所以呢 大概率啊 在国内它的一个碰撞成绩 也是不如卡罗拉和雷林的 而且之前我也看过 别人拆过XRV 它的一个前反转粮呢 还是比较薄的 所以呢 抛开SUV和轿车的一个属性啊 毕竟更有优劣嘛 它的一个整体的安全性 肯定还是不如卡罗拉和雷林的 第四个七个女孩打扰了 雅阁2022款 混动和燃油差4000以内 打算持有两年 比较在于驾驶感受 可靠性和保值率 燃油和混动实际更有优势 就准备持有两年呢 肯定保值率第一啊 就目前来看啊 同品牌混动车的一个保值率 肯定是不如燃油车的 雅阁混动呢 它的一个驾驶感受 确实要更好一点啊 毕竟啊 IMMD呢 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就是低速用电锯 所以呢 会更平顺 而且更安静一点 但是呢 实际体验和燃油车 差距没有那么大 就可靠性来言 当然是技术越少越可靠了 不然你以为 为什么有些盒子 你买不容易坏啊 它就那些配置没得坏啊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选燃油版 没毛病 第五个七个七个 威兰达最低配值得买吗 威兰达呢 其实就是荣范的一个兄弟车型了 最低配呢 2.03自细加上CVT 这一套动力组合是真肉啊 不踩它不走啊 不踩肯定是不走啦 踩了它也不走呀 身踩 它才刚好慢慢走 除了动力弱之外呢 它的外观内饰也比较的素 非常的原生派啊 而且倒车影像的话 基本上就突出一个 意念 哦对了 最低配的话 什么都没有 什么倒车影像啊 雷达啊 不要是进入啊 一键启动啊 天窗之类的等等 都没有 但是安全性不错 舒适性也还行 空间比较大 所以呢 它其实是一辆为了家庭爱妥协的车 反正呢 我是不喜欢 为了家庭妥协很多东西都可以 但是车嘛 大多数它是我一个人看 坚决不妥协 OK 以上就是这些 各位视频 在车的夜间 我收入了 观众电脏 月日是吧 点灯过六千 好吧 五千 下次来就去更新